重揭今生善果,为现实造福,为来生结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语 我是厚普,喜欢,请您关注我们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6月10日端午一到,这六大生肖要发财了 财运大红大紫,正财横财一发再发 尤其是第一名,躲不过彩票中大奖 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上榜 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常常被教导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这不仅是简单的因果律 更是鼓励我们心怀善意,助人为乐 因为每一次的善举,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于我们 而那个曾经固执不忏悔的恶父 正是因他的执迷不悟,错失了通往更高境界的机会 因此,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让无私的爱成为我们人生的主旋律 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过于依赖技巧和手段 试图通过广告等手段来追求成功 然而,真正的修行之道不在于技巧和手段 而在于内心的修为和福报 你有了足够的福报,自然就能取得成功 而无需依赖外在的包装和广告 宇宙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逾越的定律 我们无法超越它 因此,在修行时 我们应该保持一颗纯粹的心 不要试图通过包装和广告来吸引他人的赞叹 正如廉池大师所说 我们应该将功德深藏于心 这样我们的道业才能增进 业障才能消除 这六大生肖端午后迎来天财运 财运报表 有众投奖运 一众就是投等大奖 快看看有没有你 生肖猴的璀璨六月 属猴的朋友们 近期的运势如日中天 令人欣喜 今年 你们在工作的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 事业上屡获佳绩 生意投资也是立竿见影 收益喜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 好运似乎无处不在 那些喜欢参与彩票或抽奖的朋友们 也极有可能在这个时期迎来意料之外的惊喜 身价随之飙升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是那种默默付出 不懈努力的类型 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 你们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细心和敏锐的观察力 只要你们能够把握机会 必将在未来的道路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而在这个六月 你们的财运更是旺盛 仿佛有福星高照 避佑着你们一路前行 这个六月 你们将迎来财神爷的眷顾 正财稳定 天才不断 让你们的财富积累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同时 意外之财也将一笔笔地进入你们的账户 让你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菩萨也会暗中为你们加油助力 让你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在这个充满惊喜的六月 属猴的朋友们 请好好规划你们的收入 让未来的日子无忧无虑 生肖兔 六月繁华绽放 横财喜价 属兔之人 总是那么正直且平和 从不高傲 也不急躁 不如六月 你们仿佛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华丽转身 福运与横财双双降临 疾病与困扰 则悄然退散 失业上 你们将如日中天 步步高升 而经商的朋友们 更是客源如潮 财源滚滚 若能紧握这份好运 金钱便如麻袋般接踵而至 然而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兔子们还需警惕投资风险 选择更为稳妥的投资渠道 同时 不要在小事上过于纠结 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不懈努力 未来定将大放一彩 生肖兔的人 内心对权力和财富 有着强烈的掌控欲 深知成功非一蹴而就 唯有按照计划逐步前行 方能实现心中理想 然而 在信息的海洋中 你们需要审慎筛选 因为那些看似诱人的商机背后 往往隐藏着破财的风险 近期 你们的财运 也开始逐渐旺盛 每一份努力 都将化为丰厚的回报 为了心中的理想 你们从未放弃 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时刻 在六月这个特殊的月份里 鼠兔的朋友们 还将迎来一次横财的机会 不妨去买张彩票试试运气 若能把握这次机遇 必将收获一笔不菲的财富 鼠兔的你们 总是充满创意与想法 对待工作 也热情满满 你们懂得利用自身优势 扬长臂短 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同时 你们还善于结交新朋友 这些朋友 将成为你们事业道路上的重要助力 帮助你们稳固地位 让发展之路更加顺畅 生肖虎 属虎的朋友们 以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勇敢 顽强和冒险精神 即将在近期迎来财运的璀璨时刻 这些独特的品质 将化为他们财富的催化剂 引领他们走向一个崭新的财富领域 在这个时期 属虎的人可能会意外地收获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笔收入可能来自意外的奖金 投资回报 或是意外重得的投奖 他们那敏锐的直觉和果断的决策力 将使他们能够精准地把握 每一个财富的机会 实现财富的飞跃 六月 对于属虎的朋友们来说 更是一个充满惊喜和机遇的月份 他们有可能迎来一夜暴富的奇迹 这并非偶然 而是他们一直以来坚持努力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属虎的人总是做事有条不紊 他们会在行动之前制定详细的计划 预想到各种可能的情况 这种深思熟虑的态度 使他们能够在面对困难时 从容不迫 稳扎稳打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属虎的人 他们的努力和智慧 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惊喜 他们不会困难 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种本分的态度 让他们在赚钱这件事情上 总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生孝龙 六月横财涌动 事业爱情双丰收 属龙的朋友们 你们天生就拥有不凡的横财运势 而在这个六月 这股运势将达到新的高度 意外的收获会接踵而至 财运如同海浪般汹涌澎湃 收入也将有显著提升 对于职场中的你们 新的工作机会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为你们的事业发展 开辟新的道路 薪资水平也将随之水涨船高 尽管早年间的道路或许充满波折 但属龙人凭借着坚定的毅力 和不屈的精神 总能在逆境中汲取经验 不断前行 到了终晚年 你们将步入人生的辉煌阶段 享受无尽的荣耀与富贵 在六月这个充满机遇的月份里 属龙人的横财运将达到顶峰 你们将凭借这种好运 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一步步攀登成功的巅峰 最终 你们将实现飞黄腾达 出人头地的目标 财富和好运将源源不断地涌入家门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 属龙人在六月也将迎来爱情上的甜蜜 你们会遇到许多看似不错的桃花 凭借自身的魅力和聪明才智 你们将能够吸引到众多异性的目光 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月份里 单身的属龙人有望邂逅良缘 与心仪的另一半结缘 顺利步入甜蜜的恋情 总之 六月对于属龙人来说 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月份 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爱情上 你们都将迎来丰收和喜悦 生肖蛇 冷静洞察 财运与事业双丰收 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以冷静沉稳的特质和敏锐的洞察力闻名 在面对机遇时 你们总能迅速出手 精准把握 今年 你们的才华得到了领导的深度认可 生活如同甜蜜的蜜糖 钱包股账 财富如泉涌 钞票堆积如山 六月 好运如同满载的箩筐 财运与事业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正财旺盛 天财也不俗 投资领域常有惊喜 只要你们保持这种好运势 成功之路将一马平穿 超越他人不在话下 然而 属蛇的朋友们也要注意 贪欲之心不可有 过度的贪念可能导致感情运下滑 单身的朋友们可能会感到迷茫 而有伴侣的则可能因平淡而疏远 但只要小心呵护 转机就会出现 同时 健康运也需留意 应酬增多可能导致肠胃不适 务必注意调养 六月 属蛇的你们财运旺盛 特别是偏财运更是极端强劲 这意味着你们有机会在短时间内 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财富将如潮水般涌来 上半月 感情运势良好 有望结识心仪的异性 结束单身生活 事业方面也是机会无限 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今年 你们注定是发家致富的一年 下半年丁火助身 事业上将迎来难得的机遇 发展势头强劲 突破自身限制 一路望运 无人能挡 自六月开始 财星入命 横财运将逐渐显现 特别是在本月中旬 你们将迎来一次发横财的大好时机 如能把握 后半生将不再为金钱所困 更有望机身超级富豪之列 生肖马 逆境翻盘 六月财运与事业齐飞 数码的朋友们 过去的日子或许充满了波折与失落 但你们始终坚守初心 保持努力 加上朋友们的鼎力相助 终于迎来了六月的璀璨时刻 此时 运势一飞冲天 财运茂盛 投奖运势旺盛 正财滚滚而来 横财接连不断 富裕生活触手可及 不仅如此 其他运势也同样出色 诸事顺遂 让人羡慕不已 数码的朋友们 以聪明伶俐的大脑著称 令人惊叹不已 在这个六月 福星高照 大财运即将降临 财神保佑 正财稳定 天财不断 前途无量 一笔又一笔的意外之财入账 将彻底改变 去年财运阻塞的困境 尽管在工作中会遇到不少挫折 但数码的朋友们 凭借切而不舍的努力 终将迎来机遇的曙光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 晋升和涨薪的时机 已经不远 对于经商的数码朋友们来说 你们的诚实手信 将赢得新消费者的青睐 订单接踵而至 生意越做越红火 六月 属马的朋友们身边贵人如云 相助众多 事业有望更上一层楼 凭借优异的观察力 你们能够精准把握市场脉搏 财富持续增长 生肖马是天生的工作狂 对事业充满热情 渴望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你们吃苦耐劳 不畏困难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都能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 因此 在事业上 属马的朋友们 总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和器重 一路顺风顺水 机会不断 如果你不在以上的 横财运的生肖中 那么请勤奋踏实工作 相信属于你的正财 很快就会到来 六月红 七月星 八月旺 财运喜人 会有意外之财的三大生肖 在接下来三个月内 财运红得发紫 望到不行的三大生肖 他们不仅会沐浴在六月的红运之中 还将乘着七月的风 在八月 赚得盆满钵满 甚至还有意外之财 从天而降 快来一探究竟 看看这三尊财运神兽是谁 生肖兔 六月繁荣 财运如红 六月 大地回春 生肖兔们 亦如这季节般生机勃勃 财运亦随之飙升 在这温暖的时光里 兔兔们仿佛被财运之神特别眷顾 理财的智慧 与敏锐的洞察力相辅相成 使他们在金融舞台上 如鱼得水 他们总能洞察市场的微妙变化 巧妙布局投资 无论是股市的波澜 还是基金的稳健 都尽在掌握 财富如流水般汇聚而来 这份财运的旺盛 并非偶然 而是兔兔们对风险 与机遇的精准把握 他们总能 在危机中化险为夷 在机遇中果断出击 更难得的是 他们拥有超人的自控力 懂得在贪婪与满足之间 寻找平衡 让财富如滚雪球般 越积越多 六月的生肖兔 宛如一位金融界的智者 无论财员来自何方 都能被他们精准捕获 让人羡慕不已 生肖马 七月奔腾 事业与财富共舞 七月 骄阳似火 生肖马们 一如这烈日般热情奔放 事业与财富 均迎来了巅峰 在这充满活力的月份里 他们仿佛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所驱使 职场上锐意进取 一往无前 他们的执行力和领导力令人瞩目 不仅能在团队中脱颖而出 更能带领团队攻克难关 实现事业上的重大突破 然而 生肖马们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他们还会利用业余时间 拓展副业或投资创业项目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 和迅捷的行动力 他们在副业领域 也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七月 对于生肖马来说 是事业与财富双丰收的月份 他们如同脱缰的野马 在职场和伤害中尽情驰骋 将财富与机遇进收囊中 无论是正业还是副业 只要他们出手 都能掀起一阵风潮 让财员滚滚而来 生肖狗 八月璀璨 贵人携财制 八月 炽热如火的季节 这个月份 仿佛为忠诚而可靠的他们 定制了一枚财运的勋章 引领他们步入财富的殿堂 生肖狗们 以其独特的人员魅力 赢得了无数贵人的青睐 在这个八月 这些贵人可能会为他们 带来千载难逢的投资机遇 或是高薪的职位机会 甚至直接送上一份丰厚的财富大礼 然而 生肖狗们并非坐等好运降临 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与智慧 一旦机会来临 便能够迅速把握 将横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 在这个八月 他们的直觉更是敏锐异常 仿佛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加持 无论是购买彩票还是参与抽奖 都有可能轻松赢得丰厚的意外之财 好运连连 令人羡慕不已 从六月的红兔到七月的星马 再到八月的旺狗 这三大生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 将用他们的智慧 才华和好运 为我们上演一场 精彩绝伦的财富盛宴 无论你是这三大生肖的一员 还是其他生肖的朋友 都请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相信好运终将眷顾那些努力且善良的人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个充满机遇与希望的八月 与生肖狗们一同分享财富的喜悦 若您对这期内容深感喜爱 不妨点下那闪亮的赞 或是选择订阅 与我们一同踏上更多精彩分成的旅程 期待与您在下一个视频里再会 不见不散